字幕志愿者 李宏迪 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今日VIP 今天我们很开心请来一位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位非常出色的钢琴大师 也是国际的钢琴巨色李云迪先生和我们做嘉宾 李云迪先生你好 你好 最近李云迪先生在内地一本雜誌 亦用了一个称号叫你做钢琴男神 你自己怎么看法呢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大众现在网络的一种热潮 对我自己来讲是一个希望自己是一个比较健康 比较积极向上的一种状态 因为马上接下来我会在全国在中国各个城市 举办大概三十多场的一个巡回演奏 那么也希望自己能有一个很好的体力很健康的一种身体 去迎接这么多的巡演 因为我自己也非常期待这些巡演 而且特别是二三线城市 有很多城市 我也非常期待去为大家演奏 李云迪先生你的出生 就是你爸爸妈妈不是一个音乐世家 其实你是很小就已经对音乐发生了兴趣 是不是有没有想过这个会成为你的这种生活的模式呢 应该说是我四五岁的时候就非常喜欢音乐 那个时候是我记得我的奶奶告诉我 很喜欢在收音机的面前听音乐 然后跟着收音机的旋律一直去哼唱 所以说那个时候可能就已经开始与音乐有这样的一个缘分 是 后来是你因为就开始就喜欢了弹琴 其实是七岁的时候开始学习钢琴 那一直到后来 我觉得这是一个慢慢的一个过程吧 但是自从学习钢琴以后 我记得在小时候我自己的那个日记本里面就写 将来希望能够成为一个钢琴大师 但是虽然那个时候完全不知道钢琴大师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觉得是很了不起很伟大的一种一个人物吧 是 很多人都会好奇了 作为一个钢琴大师究竟的生活是怎样的呢 其实对我自己来讲 大部分在目前的状态生活是以巡演为主演出 像一年的话大概在全世界的演出有七十到一百场 这样的一个规模 所以大部分的时间会在旅途啊 在飞机 酒店这样的地方 是我时间待得最长的 是 因为我听到很多人都会说 很多的演奏家 其实他最多的时间就是在飞机上高 在不同的城市 在酒店里面 其实会不会感到孤单的呢 有的时候也会的 因为你很多时候都是在不停的重复 不停的做同一件事情 但是我自己的愿望和自己的爱好 是也非常 其实是非常希望去做这些事情 所以说也都还好自己能够去去克服 有没有有没有试过一些的时间 你自己感觉孤单有没有想过 啊 是不是你喜欢这种的演奏家的生活呢 啊 其实我觉得我更喜欢呢 是在舞台上的演奏的那一刻的一个状态 可能如果讲演奏的生活的这个状态 可能有一部分我也不是特别的喜欢 因为毕竟就像每一个人他 你天天去特别坐飞机很辛苦 早上可能一起床 闹钟一响就赶紧要收拾行李 要准备去机场 这种状态是非常非常辛苦的 是 还有可能会比较孤单些少 常常都会在不同的城市 昨天也说过你去到巡演方面 有去过很多不同的城市 欧洲啦 中国内地啦 其实有没有不同的感觉呢 在不同的地方演奏 呃 其实在不同的地方 当然有不同的一个听众群体 那么还有不一样的音乐厅 可能对于演奏家来讲 每一个音乐厅的音响效果 或者是这种气氛 都会给你带来完全不一样的一种灵感吧 但是我还是非常的开心 能够在不同的城市 不同国家去体验 不同的一种文化的一种氛围 比如说在欧洲 像欧洲的观众的话 他们都比较传统一点 因为本身就有很好的一个 音乐的教育的基础 所以说在欣赏一些可能难度比较大的 深度比较高的这样的作品的时候 会更容易一些 那么其实在国内的话 最近的十年 我觉得发展也是非常快的 像去年我去到了很多 除了一线城市 北京上海 广州等等这些地方以外 还去到了很多祖国的城市 一三线的 对 那么其他地方的音乐厅 现在也都修得非常漂亮 而且条件也非常的成熟 而且大部分现在在国内学习钢琴的巨统计 有五千万的琴统 这个数目是非常非常大的 那么那么多的小孩子 现在开始学习音乐 特别是学习钢琴和古典音乐 我觉得对在未来来讲 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提高国人的一个音乐的修养 有没有什么地方你去表演过 你是特别深刻 或者你自己是特别有感觉的呢 其实我觉得 比如说在 不管在北京 还有上海 还是在伦敦和Vienna 每个地方我觉得 代表着当地的一种 一种精神 或者一种生活状态 包括每一次来香港进行表演的时候 也有一种特别的亲切感 因为小的时候 我经常我记得 出国去参加比赛 或者出去表演 都会经过香港 那个时候香港的这个机场 还是企德机场 那时候我很小 每次飞机下降的时候 觉得非常担心 会好像撞到那个房子 九龙城那里 所以我觉得这些回忆和这种记忆 都会让你有一种特别的一种感觉 那香港有没有什么场地 你会觉得 对你来说 做一个演奏很特别的地方 其实一直以来 其实大部分的时间都会在 如果在香港表演的话 都会是在文化中心去演奏 大部分的古典音乐会的话 那其实像今年呢 我也一直在准备一场 很特别的一个音乐会 在可能是12月中旬 十几号 在鸿坎体育馆的一个音乐会 所以这样的一个演出 也是我非常期待 而且可能跟通常的一个 在古典音乐厅的演奏 不一样 因为是会面对很大众的一个观众群体 那么这一次的演出 我也非常希望借这样一个机会 能够吸引到更多的年轻人 一起来参与这样的一个 古典音乐的一个盛会 为什么你有这个想法 比如说在一些 可能不是那么传统的地方做一些演奏 其实古典音乐在过去到现在发展以来 纵观像不管是帕尔罗蒂 还有等等一些伟大的音乐家 他们也都尝试与大众一起去亲近 而且选择在不同的一些户外的场地 除了在音乐厅的传统表演以外 因为这样以来可以让更多的大众 让他们可以轻松的认识和了解古典音乐 可能满足很大一部分这样的一个听众 那么现在对于我来讲 我也非常期待能够让更多的年轻人走进音乐厅 包括开始接触古典音乐 所以说选择这样的场地也是一个挑战 其实去年和前年在中国 我在北京12月31号 我已经举行过两次的体育馆的音乐会 也非常的成功 所以说也为我这一次觉得在红刊举行这样的一个 音乐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础 作为一个钢琴大师 在一个体育馆做钢琴的演奏 感觉上是否会很不同 其实我觉得这个时代每一个行业 每一个人可以卸下自己本身有的一种负担 或者说一种过度的担心 应该更轻松的融入大众的一个生活 同时在这样的一个轻松的环境之下 能够把自己的感受 自己的一个专业 或者说自己的状态去展现给大家 这也是我一直想追求去实现的一个目标 比如观众给你的感觉会不会不同呢 我想肯定是不一样的 因为在体育馆的这个气氛 是非常热烈的一种状态 而且大家的心情可能会比较激动一点 所以说不管是在节目的编排上面 还是在表演的环节上面 可能会肯定跟一个古典音乐会的一个程序 是有完全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这也是目前还在商讨当中的 希望能够呈现一个既能够展现古典音乐的传统 同时也能够让大众 特别是年轻人 满意和开心的一场音乐生活 其实这么多年来 你都和一些流行的歌手 国外也好 或者一些华语乐坛的流行歌手合作 其实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或者给你的感觉会不会有 其实这些也算是一种缘分 因为音乐之间并没有一种隔阂 虽然有古典音乐 有流行音乐 包括有爵士等等 各种音乐的形态 但是音乐这种语言它是非常神奇的 它除了是跨越国界 跨越一种文化 也是让大家能够走在一起 共同去把自己的一种心声 表现出来的一种形式 所以说在未来如果是有机会的话 也会可能有机会 与各种类型各种界别的音乐家 一起进行合作 因为这也是同时能够让古典音乐的一种形式 或者一种状态 更多的参与到这个时代和大众当中去 对你来说会不会特别过瘾一点 和一些流行歌手合作 我觉得 我自己觉得是一种新的一种体验 因为这是我可能在古典音乐 音乐厅里面没有的一种感受 所以说对我来讲非常好玩 好 我们先来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跟李云迪先生继续聊聊天 继续回来今天的VIP 大家也看到我们今天的嘉宾是李云迪先生 其实李云迪先生 你好像在你的事业生涯里面 和这个肖邦是特别之有的缘分 很多你很大赛都是因为肖邦的作品 演奏而得到奖 肖邦给你的感觉是怎样的 为什么特别喜欢肖邦呢 是的 其实我的职业生涯一开始就是源于肖邦 2000年的时候获得肖邦比赛的冠军 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也走上了世界的舞台 在全世界各个地方演出 李云迪先生是最年轻 而是第一位华人得到这个比赛的冠军 其实肖邦是怎么讲的 他有非常特别的一点我非常敬佩 就是他一生都是在专注钢琴的一个创作 而且所有的时间所有的精力都为钢琴的创作 所付出而且在他的音乐里面 除了体现人类的一种爱恨情仇的这种感情 还有体现着民族的一种气概和一种精神 因为他非常热爱自己的祖国波兰 所以说到他始的时候 他要求把自己的心脏运回华沙运回波兰 所以说这也是令人非常敬佩非常感动的一种精神 而且在他的所有的作品里面 除了包括波兰舞曲叙事曲还有夜曲等等 这些带有波兰民族特色的音乐 他能够把它融入到钢琴的一个表现当中 所以这一点也是我非常敬佩的 听说你有一个想法 你希望把肖邦的所有钢琴的独奏录制作成一个唱片 是的 我觉得在我有生之年的话 这是我首先要实现的一个梦想 就是去录制肖邦的所有的音乐 包括去演奏肖邦的所有的作品 所以这也是我觉得我自己的一个目标 因为其实在历史上有很多伟大的肖邦的一个演绎者 但是对于我来讲 我觉得作为中国人来讲 我希望能够去做这个挑战 除了在2000年获得肖邦比赛这个奖项之外 这是我觉得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另外听闻你近年开始更加喜欢这个贝多芬 为什么会有这个在喜爱上高的改变 其实作为一个钢琴家有很多的作品 可能在演奏当中都会去涉及到会去演奏 除了贝多芬包括像是里斯特或者是舒曼等等的一些作品 所以我也非常期待 因为艺术的生涯是非常漫长 每一年在全世界各个地方的演奏 不同的音乐听不同的节目 所以这也是非常我非常期待能够在未来 能够为大家带来更多的新的作品 你自己一模哪种类型的一模你自己最喜欢 目前来讲其实像今年在全国各地在全世界的巡演当中 主要是以贝多芬的音乐为主 还有加上舒曼的幻想曲 因为今年刚刚推出的一张新的一个唱片 《贝多芬的皇帝协奏曲》 还有舒曼的一个幻想曲 我想都会在全国的巡演当中去演奏 我想问一下李永定先生 你最近成为这个重庆市的政协常务委员 你会不会这个身份去到在中国推广这个港琴的教育方面 其实对我来讲不管是有什么样的身份去推广古典音乐 去推广钢琴都是我自己一直以来的一个梦想和责任 所以说不管在任何时候 这也是我自己一直会去做的一件事情 那首先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去认识和知道古典音乐 那同时也希望在通过我自己的影响和一个能力 能够帮助到更多希望学习古典音乐 或者说去演奏的很多小孩子 其实你现在遇到一些小朋友 他们在学着港琴 你的感觉是怎样的 我觉得看他们非常的幸福 因为可能现在学习的一个环境和条件 跟我那个时候学习的 是已经有很大的改善了 现在的小孩子可能家庭的一个条件 各方面都是非常好 而且现在的讯息是非常的发达 不管是要去从学习的角度 或者说从交流的角度来讲 他们都会有很好的一个条件 所以说我非常相信在未来 中国会有更多的优秀的音乐家 一些天才活跃在世界的音乐舞台上 其实可能很多的父母 他们都希望他们的子女 好像成为女人生这样去飞行国际 你会有些什么建议给他们呢 对我自己来讲 其实做一个音乐家 做一个钢琴家 那都是我从小的一个目标和一个梦想 那么现在的小孩子 我想他们能够视野更开阔 有更多自己的一个自由的一个权利 包括自己的一个思维能力 所以他们应该坚持自己的最初的一个想法 包括自己的一个梦想 然后不断的去往前走 一步一步的实现自己的一个梦想 而且我相信只要自己一直坚持 坚强 那么一定会实现自己的这个梦想 你觉得现在作为一个 一个现代的一个钢琴演奏家 和以前会不会有不同呢 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 除了钢琴家 包括各行各业的每一个应该说 有作为的在各行各业的人 他们都应该是跟随着这个时代的一个步伐 不断的去更新自己 不断的去完善自己 这样才能跟着时代 而且能够为推动时代的前进 做出很大的一个贡献 所以对于我来讲 除了在传承古典音乐上 而更大的一个责任是怎么样去创新 怎么样能够把这些传统的文化 传统的音乐通过最新的一些表现形式 或者一种传播的状态 与大众去沟通 让他们认识和了解到这些优秀的经典的文化 李永利先生最近也担任这个 选美的这个评审 那可不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那个感觉是怎么样 其实非常荣幸这一次来 担任香港小姐的一个评判 也是我第一次参加在类型的活动 其实就要了解香港小姐 从1973年开始创办到现在应该是第42届 也见证着我相信香港小姐 见证着香港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 包括香港精神还有香港文化的一种代表 所以说我也非常期待这一次香港小姐 能够诞生香港人民心目当中的自己的这样一个女神 因为很多人都会想到李永利先生 你讲钢琴大师都是在听觉上的享受 但是我们看香港小姐可能是很多 这个审美上的可能是在视觉上的评审 会不会对你来说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 我觉得其实美是有很多种状态 除了视觉还有一种感受 就像一个人一样除了心灵美外貌美 还有智慧 这是一种非常病重的一种状态 所以说我觉得对于每一个人来讲 除了外貌还要有智慧 还要有心灵 而且对于香港小姐这样的一个 对香港人来讲 带着期望我相信是非常高的 所以说也非常期待最后诞生的香港小姐 是能够符合香港精神和香港人民心中的这样一个人 李永利先生你现在有多少时间是要练港琴的 其实大部分时间在旅途当中都会在音乐厅 或者在准备的时候去练习 那么平时如果休息的时候的话 会更多的时间 大部分的时间都会在练习和准备当中 除了练琴之外 有些什么你会喜欢做的呢 现在来讲其实我自己本身也喜欢练一些东西 就美食 虽然我现在可能吃的东西会比较少一点 因为要准备演出 需要一个好的一个状态的体力 但是我非常喜欢去研究 去准备 所以说美食对我来讲是很大的吸引力 是吗 你会拿手做些什么的 以前可能更多的是中式的食物会比较多 现在慢慢开始了解一些西式 像法式的或者像法国的或意大利的 也是自己非常喜欢 还有西班牙的 哇 以前是中式的 现在西式西班牙都有研究 你有没有想过 将来可以做一个节目 可以和大家又可以弹弹琴 又可以煮一些给大家吃 我也非常喜欢 因为我觉得这是对我来讲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放松 然后同时呢在美食 我觉得美食里面也可以分享自己 对艺术对音乐的一种感知 是 那你喜欢吃什么呢 来到香港你会吃什么 很多 香港真的街边的 茶餐厅啊 像云吞面啊 等等都很好 好 那在这里多谢你和林先生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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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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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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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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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